今天这边讲一下新版的一些改动和一些新的功能 第一,我们在Delivery 这边来看 Delivery 这边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这个 加了一个这个Online Type Online Type的话 这个就说在Online上面的一些 那个比如这个是 Dordash, GrabHub, Uber Eats 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损 反正客人订单的时候 这样子的话在这里 就order list 里面你看到 就根本有不同的这些东西 Uber Eats 什么 这是GrabHub OK,然后这个怎么设置的 就是这个Cast Type 比如到这个Delivery 这边 然后打入密码 08 08 OK,进去了 你看在这里 你可以加上去这些东西 但是你记住哈 这个Online Type必须在21以后 就是21,22,23 最多可以加到大概8个吧 加到8个 这个Cast 其他的Type都可以在上面加的 OK,这个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功能 另外的话 在那个DiningEating Table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 你可以看这Dining的东西 Dining在这里 这里可以加入名字 就是某一个Dining的话 可以加入一个名字 比如你在这个要设置的时候 设置Table讲过了 要在这边Right Click 然后输入老板的密码 OK start doing 这个一样的 然后你要set到这里 这排的Zone 的话 Right Click 这里 OK 那就出来了 我们现在以前只有Zone Lane 再加了一个Lane 然后还有一个Cast Type 这Lane的话 Jone Lane的话 就是用来的名字 Lane就是它的别名 比如Dining Room 比如我现在这个Dining Room 还有这个Bar 然后这边有个地方 就是Cast Type 可以在这边直接设三 比如Bar的Cast Type 是三的话 那就在这边设三 这样子它只要按这个Section的话 它自动就会把它变成 Bar的这个Type 就Dining In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设成 或者不设的话 就是进去的时候 原来Dining In的Code 这样子就是说 比如Sushi 还有很多其他的 Table Type 就可以在这边 可以直接设上去了 那你设的时候 你也是一样的 你可能要在E-Link这边 E-Link这边 要有这些Type OK E-Link这边 必须要有这些Type E-Link这边 比如有Buffet Sushi Bar 这些都在 然后你在那边 把它设上去 那边它们可以去选择的 好 这个Section就这样子 拜拜